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多开心一些 情感上也依然无法达到应有的共鸣 多想回到小时候 没有多少烦恼和忧愁 没有那么多的放不下 也没有那么多的求而不得 也许只有那时才有最单纯的快乐吧 你有多久没有真正效果了 一直希望时光走得慢一点 希望那些留恋的人能够再停留久一些 希望分离的痛苦能来的再晚些 希望成长的负担能够少一点 希望遥远的未来能够有些不一样 可希望只是希望 遥望前半生 酸甜苦辣咸 多种滋味一一尝过 少许惊喜 多是伤痕 有人说 这才叫人生 人生本就由苦味来承担最重要的主旋律 经历多了 才发现 有些苦 会逐渐蔓延至表情中 让敷衍的开心都变得越来越艰难 其实 何必太为难自己 格拉索说 笑是一种没有副作用的镇静剂 众生皆苦 为何你独自忧愁 生活该怎样过就怎样过 不开心是一天 开心也是一天 何不让微笑来舒缓下自己紧绷的神经 有人说 在老去的路上 要把开心当作一种习惯 多吃些自己想吃的饭菜 多做些自己想做的闲事 可以偶尔不那么逼迫自己自律 人这一生 总要有松有紧 生活才有滋味 开心才不会总是迟到 就像每天早上起床刷牙一样 每天对着镜子笑一笑 告诉自己今天要开心一点 也该是一种融进日常的习惯 少叫针 别敏感 有时候大大咧咧 糊糊涂土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拿得起 就得学会放得下 那些深深纠葛在心中的念想 终有一日 会以另一种形式还给你 何必在意意识之气 该来的总会来的 有时间悲悲戚戚 不如花时间取悦自己 人总要开心了 才能有更好的心情和精力 去和生活战斗 有句歌词是这么唱的 大声欢笑让你我肩并肩 何处不能欢乐无限 抛开烦恼 勇敢地大步向前 在日落的海边 在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其实啊 生活是我们自己的 也许苦多甜少 也许好运次次吃的 可人生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想怎样便能怎样 你想象 生活会欢快起来 你想哭 生活便会悲伤起来 风雨人生路 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依然笑得纯粹 依然开心地像个孩子 烦恼本无根 不减自然物 困惑本无缘 不咎自然松 其实啊 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 可人生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要抛开烦恼 勇敢地大步向前 习惯成自然清纯起来 面向东方 嘴角上扬绽放微笑 生活多姿多位 人生五彩斑斓 难得糊涂 不叫真静谜 浅自从龙微笑 喜悦长相伴 平安健康乐开怀 知足常乐在其中 暮色夕阳乐盈盈 有些人遇见就好 有些是尽力就好 人生开心就好 不愿赴余生 只能放过往 有太多的不得已和生活和未来的寄托 父母对我的期待 自己身体虚弱无力 却无法去调整好 心态也随着身体一蹶不振 希望自己身体好起来 不要太敏感 每天都开心快乐 有时候悲悲气气 不如花时间取悦自己 人总要活得开心 才能有更好的心情和经历 去和生活战斗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七年前曾遇到过 这个座位 我想都没想 就坐了下来 结果差点丢了命 丢了命 七年后的夏天 又遇见过这个座位 想了好久 觉得运气 不会总这么差 就又一次爱着她 坐了下来 我是爱你的 看见就爱上了 就像一个人手里 一直各自飞走了 她从心里 重复那各自的飞翔 你也飞翔吧 我会难过 也会高兴 可你是什么呢 你会想爱各自 但爱我吗 可我是一直 不会飞的各自了 可你是那双 抓住我的手啊 你放掉我 我会因此丢了命 我是爱你的 看见就爱上了 就像一个人手里 一只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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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鸡�鸡鸡��鸡� 以为万事如一 可没想到这一切 还是不尽人意